第32章 目标 四院大比 危机解除 探徒秦明和贵妃月宝具的11个虚虎警高手 全部自尽 无一行面 帮助秦明和贵妃月的6位虚虎警高手 以及保药堂得到贵士一族的友谊 踏上贵士这条大船 保药堂以及那6位虚虎警高手的家族 都将会一路繁荣向上 令保药堂和那6位虚虎高手纷纷感叹 细事无上 当初选择帮助秦明和贵妃月是对的 这一场生死危机之后 秦明的名字在墨河城传了开去 甚至随着行商队伍向远方传播 整个天武院周围的城池国民 都流传着秦明的光辉战绩 修者们都知道 天武院里出了一个妖艳 一个修围仅仅是中道中旗 却凭借着强悍恐怖的力量 和精妙的武技 正面轰杀一个虚虎警中旗的高手 而且还是虚虎高手召唤了武云之后的全盛时期 正面轰杀 天武院里彻底沸腾起身 曾经那个打残了吴认雄的青年 那个坑了无数学生的青年 现在竟然是正面击杀了虚虎中旗的高手 这份战力就算是高级弟子中 亦是极为强大的存在 一时间 秦明的风头正经 学生们茶余饭后都纷纷谈论秦明 有些因为和秦明见过一面之缘 就对身边的朋友吹到口水花喷喷 有些只是见过秦明一个背影 就形容得秦明如何如何高大 甚至高级弟子中一些好战分子 一个一个都磨拳策掌红住对眼 整个天武院地找秦明想要与他单挑 同样在找秦明的 还有学院中的无数花痴妹妹仔 一个月过去 秦明足足昏迷了一个月 靠着牛大力拿出压箱底的单药 才恢复了右肩的伤势 当时他全力施展出靠山镇 和张南山一撞 如果不是关键时刻 气旋强行抽调了周围的灵力 他当时半边身就会炸裂 就算气旋保住他的命 但是巨大的冲力 也都令他半边身碎裂 奄奄一息 牛大力为自己这个 可以搞定虚辅高手的徒弟仔 觉得自豪 他用了很多力气 将自己珍藏的单药 全部拿出来为秦明疗伤 还亲自去找天武院 练单技术最好的金花婆婆去求药 几乎每天都拿单药给秦明当饭吃 期间贵士兄妹也送来无数单药 就算是这样 也都足足过了一个月 秦明才醒过来 对醒的秦明 还是面色惨白 站在牛大力的院门口吹风 现在整个天武院很多人都在找他 和贵士明住在一起的宿舍 早就被一众号战分子和花枝妹妹仔 找到反转了 为了休养 唯有躲在师傅的读院里面 他整个右半边身 现在都还见到鲜血浸染的裂缝 涂上了厚厚一层高药 纏着沙布 秦明目光心碎 风吹起了法事 眼眨都不眨一下 他的脑海里面 还在回忆一个月前 和张南山那一战 当时 自己以五万斤的巨力 加上玄阶中级武技 八极开方掌 依然是占着上风 但最后 张南山召唤融合了武云 局势逆转 自己远远不是张南山的对手 如果不是拼命施展出一个靠山阵 加上灵气气旋的存在 才巧幸击杀了张南山 而且自己都还不死得 如果自己没有灵气气旋的存在 秦明知道 当时就跟着张南山一起化为血霧了 灵气气旋 神秘已有强大 就算是这一个月的恢复 人家不知道 秦明知道 自己可以恢复得这么快 其中都有灵气气旋 很大的一部分功劳 对于灵气气旋的来历 他越来越好奇 始终还是太弱 要和吴家抗衡 现在的力量还是太弱 必须要尽快令力量达到极境 突破到虚辅 到时候就可以收复武云 极境的力量 加上武云 还有八极开方掌 至少是面对去附近的时候不用怕 秦明摸着下巴小声地说 那一战令到他清晰地认识到 自己的力量就算再强大 在境界比自己高的收者面前 都还是太弱 实力才是解决一切的办法 英俊 你终于醒了 牛大力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秦明抬头一看 游冲地微笑 师傅牛大力虽然为人暴躁粗脑 但是对自己的爱护自己是知道的 初见的时候 就为了自己和吴老道结手 一个月前 和贵子鸣离开天武院搭救自己 当场轰杀一个虚辅警高手 而且将自己 以及一众高手挡在身后 这一个月来 为了救自己 更加是拿出所有积蓄 甚至放下面子去求金花婆婆练药 这份情 令到秦明感觉很温暖 前世在地球 日日都纵横在战火死亡之间 所见的除了死亡就是背叛 现在这份司徒之情 他很珍惜 很重视 师傅 秦明笑着地叫 牛大力几个跨步 就来到了秦明面前 见秦明一面蒼白 若不禁风的样子 面上杀时怒气匆匆 两颗牛眼瞪得大大 举起拳头一个爆率 在秦明头上哼下去 臭小子 和我爬进去摊住 刚起来就跑出来 想死吗 秦明被牛大力哼得坏坏坏坏 但是他就没有以前那么生气了 反而嘴上就在那里笑 摇摇摆摆地走回房子了 牛大力跟在秦明后面 从乾坤界里面拿出一个浴槽 扔给秦明 这个浴槽是金花婆婆练制的单药 你吃下去对你相识有好处 秦明拿着浴槽打开瓶室 立即药香扑鼻 一会儿沉醉之后 秦明就像吃M豆一样 整瓶单药全部倒入嘴 灵气气旋快速运转 一瓶单药的药力立即被炼化 然后散入秦明的体内滋养身体 牛大力对秦明吞食丹药的行为 一点都不惊讶 每一个妖孽都不是用常理去理解的 英俊 你知不知道你这次多好彩 如果不是贵妃月传回来求救讯号 我和贵子明根本不知道你们出事 更加不要说答够了 当我赶到的时候 看到你全身都是血 睡在贵妃月的怀里 不知道生死 我当时就拔起火 我只是想将那群全家产 全部全家产 我已经很久没试过 有这么强烈的杀意了 救了你们之后 将你们带回帖务院 当时你右边身全部衰裂 金花婆婆都已经认定救不回 但是贵妃月死都不肯 调集了全部资源来救你 猜不到你又命大 可以撑到现在 牛大力表情严肃 讲得很慢 眼里面含着哀伤 徐明知道 师父是真的关心自己 他感到内心一阵愧疚 师父 多谢你 弟子令你担心了 牛大力眼中的哀息掃去 扬一扬手 你真要多谢的呢 是贵妃月 那个美女 调集了无数资源来救你 而且在你昏迷的这个月里 她天天都会来照顾你 看得出那个美女对你有意思 徐明面色飞鸿 低头 这一段起源于自己一时手箭摸了人家的胸 到现在这个时候 真是撕都撕不脱了 自己还差个美女一条命 牛大力就着眉头疑惑地问 喂 死仔 我听贵妃月说 你当时是直接正面冲撞 融合了赤角西武围的张南山 你那时真的这么有把握可以打赢他 徐明摇摇头 然后神色严肃地说 没有的 我的战斗 只有前进 没有后退 徐明说这句话的时候 一点都没有留意到牛大力的面色已经谷得红了 等徐明为自己的信念自豪得抬起头的时候 直接撞上了牛大力的拳头 砰一声 徐明的头壳顶就起了一层楼 牛大力大声骂了 你这个混蛋 这些是傻乞理论来的 如果你一直都有这些想法 迟早被人打死你 徐明的头顶着一层楼 就好像犯错的小孩一样 低低头听着牛大力教训 一点都不敢拨嘴 他怕死头顶再多一层楼出来 牛大力在那儿暗暗沉沉教训他 见徐明跌低头不出声 也都没有继续骂下去的心思了 他一揮手就渴到 从今天开始 未到虚虎景不可以踏出天武院 全力修炼 为九个月后的四院大腿做准备 现在 你是可以越阶搞定虚虎景高手的妖孽式存在 明星在外 四院大腿你不用想都一定上了 说完 牛大力转身就走 到了门口又停下来 语气凝重 卓明 努力修炼 这次面对墨河张家 你是幸运才杀了张南山 不要忘记 你把吴英雄打成了残废 后面还有整个吴家等着你 和墨河张家相比 吴家才是真正的庞言大物 现在你还太弱 承受不起吴家掀起的风浪 在天武院里面 吴家不敢轻易动手 但是出了天武院 吴家的手段多到足以令你死千万次了 努力修炼 提升实力 世界上 只有自己实力强大才可以保证自己活下去 九个月后的四院大腿 如果拿不到第一 至少都要逼入同级前一百 只有进入前一百 才有资格进入血色武场 那里是一处修炼之地 进去之后 修炼者的实力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讲完 牛大力离开 留下一念沉重的巡名 正如师父所说 墨河张家和赵国第二家族吴家比起来 实在是不堪入目 你才能够杀死张南山 覆灭张家 也都是晓行 如果真正地面对吴家高手 自己就肯定死硬 唯有提升实力 才能够令到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走得更加自在 如此 九个月后的四院大腿 变得尤为重要 只有在大腿上 获得了同级前一百 才有机会进入血色务场 那里将会成为自己一个突破的跳板 陈鸣扎实拳头 坚定地说 全力修炼 为九个月后的四院大腿被战 目标 赞第一 补一百 进入血色务场修炼 听众朋友 你现在收听的是 第三十三章 天武院的秘密 迫切提升实力 秦鸣伤好之后 又一头供进天武院后山 白天就好像野人一样在山间举着石狂奔 瀑布下面练力 晚客就疯狂吞食灵约 提升力量 疯狂的修炼 比张南山一战之前更加厉害 几乎每天都是不眠不休地修炼 到了真是累到极点的时候 秦鸣就盘室打坐 运转八极战魔宫 就算在做梦 都不忙修炼 一日时间 几乎整天都蹲在后山里面 除了急需提升实力 被战九个月后的四院大腿之外 秦鸣还想躲避学院里面 浩浩荡荡的那群找自己的人群 其中当然也包含贵妃月 在休养伤势的这段时间里 贵妃月日日都来看秦鸣 虽然鱼气依然磕辣 动作都还是这么刁慢 但是那对保舍一样的眼里面 犯着的抽波 始终走不掉秦鸣对眼 令到秦鸣硬是觉得有点不聚财的 期间 贵子明也都来看秦鸣好几次 不过他都要准备四院大腿 所以后面的时间都要全身心开始修炼 整个天武院的气氛开始转变 所有学生都为了几个月后的 四院大腿做准备 这个将会是令他们一飞冲天的机会 后山瀑布下面 秦鸣举着两万斤的巨石傲然而立 现在的他面对奔流以下的瀑布 举着两万斤巨石已经颇为轻松 高龙龙龙龙龙龙龙 暴轟鸣,震到耳朵都發痕 巡明閉上的雙眼突然張開,射出兩道零力光芒 然後腳底下轟炎炸響,舉著兩萬斤巨石破開瀑布向上跳去 十多米闊的瀑布在巡明溢流異上時被劈開了兩邊 巡明一路向上,單憑跳躍的力量直接衝到百米高的山頂 站在瀑布邊上,俯瞰下面蒙蒙水霧 巡明面上充滿激動 長久的瘋狂修煉換來的結果是值得的 記得上次和吳應雄一戰前夕的突破 那次自己舉著萬斤巨石,都還未能破開瀑布跳到山頂 現在自己舉著兩萬斤巨石,一跳就到山頂了 能夠清晰感覺到自己力量的部長,令他很興奮 把巨石扔回河裏面,巡明坐在巨石上 正直中午,他早就有點肚餓了 從乾坤界裡拿出幾十棵靈藥,牛罩某單地吞下肚 大量的體力消耗,令巡明的食量驚人 十幾棵靈藥吞下肚之後 跟著又從乾坤界裡拿出幾十棵靈藥再吃一頓 這樣才算吃飽 盆室坐下,運轉八極戰魔功 將藥力散入四隻白鞋滋潤體魄 雖然靈氣氣旋都可以自動分解藥力 但是巨明發現,自己主動運轉八極戰魔功分解藥力 能夠將藥力更完美地融合自己身體 將藥力分散之後 巡明擦開眼睛,站起來 精神奕奕,看著遠處的山林,嘴裡說 現在的力量大概有六萬斤 必須要加大負重了 說完,他又飛身弱下瀑布 落在下面的瀑布岸邊 向著一塊巨石走過去 這塊巨石,比剛才兩萬斤的巨石還要大很多 壓立在河邊之上,掩然就是一座山仔 把地面也紮到沉陷下去 巡明站在巨石面前,就像一隻螞蟻一樣 巡明摸著下巴若有所思 就這塊,大幅度提升負重 才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壓迫自己,釋放潛能 接著,他就醃起座腳,赤膊上身 站在那塊,好像山仔一樣的巨石面前 武運轉靈力,單純憑著肉體力量 雙臂像鐵鉗一樣抱著石 撒那間,整身肌肉像墳包一樣鼓起 一條條青筋爆出 巡明一聲勵喝,猛延發力,但是巨石動都不動 祝我起身 巡明怒激,額頭上飆了汗 臉色變得僧靈起身,一聲奴效,力量發揮到極限 紮根在地面的巨石發出巨大光明,拔地而起,大量泥土落下 巡明舉起石,雙臂向上一拋 巨石飛起,然後巡明已經站在巨石下面,全身好像公然崩 巨石跌下來,巡明的身形一矮,擔住石,但是直接被石塗進地面 整個下半身陷入地裏 巡明發出一聲敲叫,下半身靈力將泥土擊碎,然後騰空躍起 再落到地面後身體又陷進去,他根本不敢停下 因為一旦停下,六萬斤的巨石在他自己對腳上,就好像打釘一樣 將他打到地上活埋 巡明就好像一隻袋鼠一樣,舉著六萬斤的巨石,紮紮跳 如果有人看到,一定會嚇到下巴都跌了,不要說中道警修者 就算是虛虎警修者配合零力,都不一定可以舉著六萬斤的巨石,還要上上落落地跳 巡明舉著六萬斤的巨石,紮紮跳地前進,他不敢停留,稍作停留,身體不由自主往下陷 這麼恐怖的訓練,很快就令他的身體生出疲倦 整身汗好像游泳一樣,但他沒有放棄,而是繼續堅持,咬緊牙關 他在等待自己的極限到來,只有將自己迫到極限才能突破 就好像上次吳應雄一戰的前夕,自己達到極限突破,力量部長 從林裡,巡明不斷地不跑跳躍,等待自己的極限到來 一點都察覺不到在頭頂天空的不遠處,只有三個人看著他 空中,在樹林枝葉的間隙當中,三個人已經飄浮 一個肥頭突耳就像尼勒佛一樣,嘴上一直帶著微笑 另一個就是頭戴金猜,身穿黑金色袍,手裡拿著一棵木匠的白夜婆 還有一個身形如鐵塔一樣堅實硬朗,對眼睛像童靈那麼大的人 這三個就是天武院最強的三個人 龐院長,金花婆婆和牛大力 哈哈哈哈,舉起六萬根的巨石,奔走跳躍 可以做到這樣的,天武院學生裏就找不到第三個人 不錯不錯不錯 龐院長拍著肚�학교跳著稱,金花婆婆亦同樣讚賞 天父極佳,毅力亦萬宗無一 這樣的青年成為强者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牛大力的嘴早就笑到耳朵邊 他對眼睛更加晶光閃閃 聽到龐院長和金花婆婆點讚 立刻就拍著胸口啪啪聲地說 嘿,當然了,我牛大力的徒弟 怎麼會是雍才啊 金花婆婆瞪一眼牛大力就說 放屁吧你 這個年輕人沒被你搞死算幸運了 牛大力表情僵住 金花婆婆這句話真的被他痛處 自己以前收的徒弟也不少 大多數都是頂不住自己推演出來的上古修煉之法來折磨死 被拿到痛腳的牛大力立刻就陷入暴走 張開大對牛眼,鼻孔噴著白煙,肌肉鼓起 老婆子,老牛女跟你單跳 金花婆婆白了牛大力一眼 手裡拿著三支一吋長的金針 冷聲就說 你是想試下我的三吋金針是嗎 暴走的牛大力,見金花婆婆含出了三支金針 看到金橙橙的光芒,露耳就立刻消減 吞了口水,似乎有點害怕 他拗著校尾枕,笑著說 嘩,老牛跟你開玩笑而已 自己人打打殺殺,多不好 快收起你的金針菇吧 刺到花花草草就不好 嘩,金花婆婆冷哼一聲 把三支金針收回乾坤界裡 旁遠仗見兩位停下來 拍著肚子,笑著說 這幾個月對秦明的調查已經結束 雖然不知道他的具體來歷 但也沒有可疑之處 可能真是某個村落家族覆滅之後 巧幸逃出來的人 他的天賦大家都有目共睹 現在我想是時候全力培養秦明了 牛大力對眼索時發光青光 激動到鼻子都噴上白煙 我贊成 以秦明的天賦加上天武院的全力培養 不用多久 一定能成為整個趙國年輕一輩中的第一人 相比牛大力的興奮 金花婆婆面上她是捨滿了擔憂 她看了一眼龐院長和牛大力之後 語氣沉重地說 我不反對全力培養秦明 以秦明的天賦 也值得天武院全力培養 但是兩位 難道忘記了床經塔裡面的前車之鑑了嗎 金花婆婆的話 就像一盆冷水一樣潑在牛大力和龐院長頭頂 兩個人瞬間冷靜下來 牛大力更加一面氣憤 雙拳撞在一起 哼 那個活該的趙國王族 硬是不見得人比他王族後裔的 龐院長的笑容也罕見地消失不見 同樣在一面沉重 他的眼神望向了床經塔的方向 情緒化作了悲哀 想起一個埋藏在心底裡很多年的秘密 這個秘密 其他十一個長老都知道 但是都有意識地把這個秘密 埋藏在心底深處 如果今天不是金花婆婆提醒 他們也差點忘記了 床經塔的各位 如果當年沒有遇到趙國王族的陷害 今天天武院院長的職位 天武院第一人的稱號 將會是那個守在床經塔中的那個人 當年他就是趙國年輕一輩中的第一人 但是這一切都因為趙國王族的妒忌 作為王族 在他們的心裏 能夠成為趙國第一人的 就只有王族後裔 至於其他人 夠膽見餘這個稱號的 將會受到王族的迫害 床經塔中的那位 當年就是鋒芒太盛 甚至掩蓋著當時趙國太子的光輝 成為了趙國年輕一輩中的第一人 由此也為他惹來大禍 當年的趙國年輕一輩第一人 現在卻只能夠窩手在床經塔裡面 變成一個白髮蒼蒼 行張就木的老坑 正如金花婆婆所說 如果天武院全力培養 加上秦鳴的天婦 他的成長速度 甚至會超過現在的太子 到時 只會令秦鳴重新走一次 當年藏經塔老人所經歷過的一切悲慘 如此 他們的好意培養 將會成為一把 懸在秦鳴頭頂的利劍 隨時都可能為秦鳴招來大禍 床院長的神色哀傷 無論是對床經塔的那一位 還是下面樹林裡奔跑修煉的巡迷 最後 他搖搖頭 目光深邃地說 再等下 一定會有辦法 聽眾朋友 你看 第三十四章 和惡魔的交易 在瀑布下 巡迷就像山岳一樣動也不動 這是他兩項練力方法之一 舉著六萬斤的巨石 站在瀑布下 逐逐半個小時過去 秦鳴終於支持不住 無奈之下 只能扔下石頭 跳上河岸休息 秦鳴沮喪地說 半個月過去了 在瀑布下可以堅持的時間 也延長了半個小時 但依然還未突破到七萬斤的巨力 力量突破 越到後面越艱難 力量極勁 到底是多少 休息一會 拿出幾十破靈藥吞了恢復之後 徐明站起來 又再擔起六萬斤巨石 在山間裡快速奔跑 地面震動 就像地震一樣 徐明每一步踩下去 都出現一個大深坑 發出巨響 驚動了潛伏在四周的兇手 引到無數兇手驚慌逃走 現在徐明就像化作一隻兇手 在山間追逐其他兇手 平日時空歪黑的兇手 現在個個都變成一隻隻野雞 走隔不透 一直狂奔 就算覺得累 身體一陣陣無力 他還是沒有停 整身汗就像游泳一樣 徐明對眼睛到佈滿血絲 但依然堅定無比 咬失牙 始終不肯放下巨石 徐明現在身體已經到了極限 但心裡始終捱著一口氣 他高舉的雙手 因為巨石的壓迫 已經出現了無數血色裂痕 這些是肌肉被壓迫撕裂的結果 我 我就不信 今天 突破 不到 徐明眼神堅定如盆石 忍受著整身撕裂的專心劇通 咬失牙繼續奔跑 力量正快速流失 徐明的每一步都變得沉重如山 他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但依然沒有放棄 儀式已經有些迷糊的徐明 清晰地聽到體內傳出來的骨骼裂開的聲音 清除有劇通 徐明心中的執念不適 不斷地吶喊 拖著已經空虛的身體 走似一個垂死的巨人 一步一步緩慢而又堅定地向前邁去 不知不覺 徐明意識模糊下 竟然走到了當初躲避龐院長的時候 找到的那處神秘洞 洞仔只有嬰兒的頭那麼大 好隱蔽 洞口混繞著無數濃郁的天地靈氣 周圍佈滿了空獸屍骨 這些都是抵受不住洞口靈氣的誘惑 前來修煉之後被神秘洞殺死的空獸 這副恐怖景象 徐明上次來的時候都看不到 現在再次來到這裏 一眼之下 模糊的意識 暫時清醒幾分 這個空有鬼 哎呀真是走線了 徐明準備擔著石頭轉身離開 但是一轉身 一度沙啞音沉的聲音 在徐明的腦海當中響起 你修煉一百極戰魔功 要以百極突破 第一極力量極按照你現在這樣修煉 永遠都米洗子而達到極境 徐明欲租雷擊 當場吐了在這裏 他聽出這把聲音是誰 這把聲音就是他第一次來的時候 就已經聽到過了 只不過那時候 這把聲音還一直喊著 放我出去 現在這把聲音的主人 竟然直接傳音給自己 那即是說這把聲音的主人是有意識的 哎呀太詭異了 三十六計走為上 有了上次的經歷 徐明意識裡面已經把這把聲音的主人 當作是壞人般對待 那一把沙啞含露的放我出去 就好像警鐘一樣敲在徐明耳邊 講完徐明就丟下手上的巨石 這裡到處都這麼詭異 令他已經無心突破了 啵一聲 六萬斤巨石狠狠地跌到地面 一陣陣癲 徐明腳底轟然炸響 向前跳出了幾十米 就剛準備再次跳起的時候 神秘洞裡面的生物又再傳音過來 我可以令你在最快的時間裡達到力量極境 徐明停下來 這句話真正對中了他的弱點 現在四軟大腿在跡 他又迫切地需要提升實力 如果按照目前自身修煉的情況來看 四軟大腿的時候 根本無法達到力量極境 四軟大腿匯聚了四個國家真正的英才 每個參加大腿的學生都不是弱者 如果達不到力量極境 徐明真的沒有信心闖入中期學生的前一百名 更何況他還想得到第一 拿到那隻黃佳舞 為自己突破虛斧 預先打好基礎 現在力量極境成為他的加索 阻礙了他的提升 如果轉秀其他功法 以他每日服用靈藥的藥力和修煉的強度 加上神秘的靈希希旋幫助 早就已經突破虛斧了 但是現在不單止境界止步不前 就算力量也修煉了半個月也達不到七萬斤 我有修煉力量的方法 想要把力量修煉到極境 易如反掌 見到徐明猶豫 神秘洞再次傳音 語氣充滿誘惑 徐明眼中更加猶豫 腦海中響氣聲充滿誘惑 一步一步引導他走向深淵 丹田內神秘氣旋走至星海一樣突然旋轉起來 大量的天地靈氣被散播出來 滲透徐明全身 一股清涼之意直衝天靈 徐明被這一陣清涼一衝 雜時眼神化作堅定 他回頭看了眼神鼻孔 剛才自己已經被那把聲誘惑陷入了癡迷 幸好氣旋散發出靈力 將自己拉回來 就算你有修練力量的辦法 但我都不想和你一起 你太厲害了 徐明嘴角冷笑 如果神秘洞和自己的實力差不多 他當然不介意和他合作 但是這個神秘洞太強了 只是以傳音就能夠鼓劃自己的心智 實力就遠遠超出自己了 和這麼強大的神秘洞生物在一起 無意於伴苦而行 隨時都可能被那個神秘生物反殺 我雖然渴望力量達到極境 但我都不想這麼早死 你這麼詭異 我惹不起 徐明搖搖頭 轉身就要走了 嘻 都說定 神秘洞生物傳出一聲冷坑 嬰兒這麼大的洞口 突然井噴出無數靈力 化作一個圓圈 向著四周蕩蕩開來 四周植物 剎那間被蕩蕩而來的靈力 倒上一層神秘光澤 徐明剛剛跳在空中 靈力掃過 他只覺得身體在一瞬間 就不聽自己洗 被定住在這裡 無論怎樣用力 徐明都發現自己被定在空中 動都不能動 冷靜下來的他 眼底深處 始終還有一絲驚恐 可以在一念之間 定住一片空間 這個實力簡直恐怖 至少徐明在現在見過的 所有高手當中 虛虎境是絕對做不到的 小子 我告訴你 你所修煉的殘缺的八極戰魔功 他的原主人就是我 我不但有靈力量 達到極境的修煉方法 還有第二極肉生極的修煉方法 聖任還有些激動 徐明被定在空中 臉色看起來很平靜 但現在他心裡已經掀起韜天巨浪 這個神秘洞裡的 是一個人 而且還是拍極戰魔功的原主人 徐明心裡飆出一句疑問 這個人到底和天武院有什麼關係 那聲的主人 竟然能夠知道徐明心裡所想 直接開口就說 天武院和我並沒有關係 我很早就在這裏 天武院見院之前 剛好就站在這裏 和我都算是有緣 我就將這本功法 留在天武院的藏經塔裡 可惜千百年過去 這個天武院 雍才背出 竟然沒有一個人可以練成 殘缺的一百極戰魔功 除名同孔一叔 無比震驚 這個人究竟是什麼境界 不單只可以一念定住空間 而且還可以知道自己心中所想 這麼強悍的實力 又怎麼會在這個嬰兒這麼大的洞裡 停了一會後 神秘洞裡的靈力鼓動 聖任再次傳出 整個天武院每時每刻所發生的事情 我都知道 所有人做過的事 我都知道 就好像你師父牛大力 喜歡金花婆婆這件事 我知道 再比喻現在 在學院某一個角落 正有一個會所的男生 用著他自己的右手 解決生理需求 這個我都知道 聲音說完 頓了一下 然後語氣正重地說 我從你選擇八極戰魔功之後 就開始留意你 你的表現 著實出乎我的意料 力量一路飆升 是在天武院建院以來 選擇修煉八極戰魔功的修者當中 絕無僅有的快速 更令我驚訝的是 你竟然能夠成功地把兩種武技融合 而且還藉著融合武技的時候 成功地進入了傳說中的原始境 你的表現 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 一次次刷新我的期待 現在 我想跟你做一個交營 他意識轉動 最後心裡想 別搞我拒絕 說笑嗎 你一個念頭就可以把我定住 還手都不行 真的跟你做交易 都肯定不會是公平的交易 如果答應了你 到時你要我上刀山落火海 我當然不肯了 美金巴士幣的實力 一隻手指就可以搓死我了 怎麼算這個交易 都是對我沒有好處 不如直接拒絕算數 哈哈哈哈 聖任在巡迷的腦海中大笑 令巡迷的腦暈得一陣陣 笑了一陣之後 聲音的主人停下 聖任又再凶狠無比 你不能選 如果你不答應 我現在就殺了你 哦可 遇到了一個實力強到逆天的腦流亡 不講道理 本來還以為 答應了交易之後 聲音的主人會迫自己去拼命 現在好了 這把聲音的主人就真是乾脆利落 你一是答應交易 以後被我迫著你去拼命 一是你就拒絕 現在我就殺了你 二選一 自己執生 循平屈到想吐血 你還被人吊打 而且還不給嗨一聲的感覺 真的令到他屈到病 心裏正在罵這把聲音的主人的時候 他清晰地感覺到 自己身體正在一點點被擠壓 就好像一隻大手捏著自己 一點點用力 令到他五撞六虎都快要擠出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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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你 反正都是死 我答應你了 循明本屁的氣質一纜無遺 有一戰之力的時候 他絕對不放棄 但沒有一戰之力的時候 他絕對也不會死殘 心頭意念一動 身上承受的巨大壓力就瞬間消失 定住的空間也恢復正常 循明跌花落地下 整面頹廢地在想 跌 厲害那頭 被惡魔脅持著做交易 鐵